今天晚上就是跨年夜了 迎接解封之后的首场跨年 四大超商全面备战人力还有户员 像是邻近台北市政府的莱尔夫超商 今天一大早就拆除了门市的自动大门还有玻璃窗 让民众的进出是更加方便 就连冰箱门都暂时的拆除 而在OK超商还有7-11的部分 则是出动了行动专车 开进了北市信义一级战区 提供热饮还有及时品 至于全家超商则将熟食是一道的电外贩售 而且还在门市外头增设了四台咖啡机 超商大门一整片拆除 跨年最后倒数台北101周边超商 一早就规划出动线 准备因应庞大的跨年人潮 没了自动门也拆了橱窗 超商入口空间更加大 民众进出也更加方便 而且一进来就可以直接买到茶叶蛋跟车轮饼 不怕你饿到也不怕人挤人 再往里头走工作人员拿起工具 要把冰箱门也都暂时拆掉 方便大家伸手就拿得到饮料 一箱箱物资一早也等着卸货 莱尔夫这天备占十倍的商品 尤其天冷必备的保暖物 预估是平日七十倍的销量 人力也都出动增加十倍 要缩短民众结账时间 随时做滚动式的备货量调整 预估整个信义商圈你们市的业绩 可以达到平日的八倍以上 判准跨年多出的人潮 OK超商更是直接把行动专车 开进北市信义商圈 备货增加五倍 还有县煮热咖啡飘香要暖你的胃 车上还有线烤蛋塔 茶叶蛋微波等级食品 也都很受欢迎 到店消费或者是寄取件 那你就可以享有第二颗茶叶蛋八元的优惠 预估从中午到跨年 会有百万人潮涌进信义区 四大超商全都动起来 7-11出动两台行动购物车 在信义一级战区 两家门市限量贩售热饮 加上商品从长温冷藏到冷冻 统统都有 而全家动员五倍人力 有14台收银机备战 热卖的熟食则是一道店外贩售 外头更增设了四台咖啡机 暖暖包饮用水也是一次备货 五倍相数 解封后的首个跨年 超商全体总动员 要把握这个黄金档旗 冲刺一波跨年业绩 这里所以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2022年的最后一天 有想好晚上要去哪里跨年了吗 排中的跨年晚会 在水南中央公园举办 活动晚上7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凌晨 在现场邀请到了831 周星哲 林佑佳等 超过20组的艺人轮番上阵 吸引了不少粉丝 纷纷提前来卡位 有人甚至提早了6天来占位子 还有粉丝特地租了专业的镜头 就是为了要捕捉偶像的话 舞台上艺人认真彩排 要为晚上的跨年表演做准备 而场外也已经有不少粉丝们 提早来卡位 我们礼拜一就要来放位置 很怕没有位置是不是 因为等一下他们要彩排了 所以要设备要先准备出来 这个是租的 因为太远了 特地租专业的拍照设备 就为了捕捉偶像的画面 尽管只是彩排 偶像现身 当然不能错过 每个人手拿相机手机 拍个不停 五千请 五千请 赶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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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过夜 很冷 很冷的 想要看哪个明星 天皇行跟李老家 最早有人6天前就来排 不少人用折叠椅 野餐店铺在地上占位子 还有人结伴 现场玩起扑克牌 打发时间 有人则是带了睡袋和帐篷 可以挡风还能够稍作休息 要为晚上的活动 储备精神和体力 台中跨年晚会 今年在水南中央公园举办 邀请了摇滚天团 831大头阵 还有歌手林佑佳 毕书靖 以及人气团体 舞坚勤等坚强阵容 有超过20组的梦幻艺人团体 接力轮番上阵 要陪民众一起跨年 接讲王一章 台中报道 好 跨完年之后 紧接着就要迎接新年曙光 但是气象局预测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 迎风面像是北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东半部地区 从跨年一开始到元旦 都会降雨 想看到曙光 这个几率是偏低的 另外呢 天气分析师也指出了 远南海渔系北移的关系 中南部在3000公尺到5000公尺的天空当中 一样是有水气 也会有厚厚的云层 因此在中南部地区 不管说是平地还是高山 想看曙光 也得要碰碰运气 准备跨年的这一天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迎风面包括北部东半部地区的民众 想要看见2023年的第一道曙光 几率恐怕不高 今年是比较特殊一点 从南海附近这一带 有上来中成云系 到台湾附近呢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遮蔽天空的效应 它本身其实高度就已经蛮高的 而且还蛮厚的 3000到5000之间 其实有湿度非常高的区域进来 山头高山的那个部分 它其实也都会在云里面 根据气象局公布2023年元旦 各地看曙光的几率 北北基陶 东北部还有花东地区 都可能会降雨 想看曙光几率有点低 竹苗和中南部地区 则因为南方云系北移 中层天空一样有水气 看曙光几率中偏低 不管是在平地还是高山 都得碰碰运气 另外如果想看台北101烟火 要记得站在上风处 以风向东北风到东风来看 避开烟雾飘散区 站在东北东的方向 比较不会被烟雾挡住 云层比较低 所以它看起来会有一点 阴雨天会 雾气会比较重一点 大家可能会在 阴雨某某中欣赏烟火 今年不少地区的民众 恐怕得在细雨纷飞中 迎接兔年 而北部东半部 阴雨绵绵的天气 也预估要持续到下周四 中南部则要等到下周二 才会重回稳定晴朗的天气 记者陶区黄民室 台湾报道 政府拍板一无意 延长到一年 外界也掀起了 女性当兵的讨论 民进党立委范云 率先在脸书提出 修改兵役法 强调女性没有不当兵 是法律让女人 没资格服兵役 破文一出 引发了网友热议 有人持反对的意见 也有另外一派认为说 让女性学会防申诉 都能为全民国防贡献几利 兵役制度改革 女性是否比照办理 民进党立委范云 不当兵并颁出法条 强调国家立法时 根本不认为 女人有资格可以服兵役 因此将提出修改兵役法 期待不分性别 共同守护家园 体力上面还是有差吧 就是如果要平等 那是不是都要 身体构造要长一样 我觉得如果跟男女生 职业当一样 然后又要操一样的体能 我就不能接受 本来男女生的体质 就不太一样 要养小孩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相当的 比较麻烦 话题引发热烈讨论 民众不分性别 都认为身体条件不同 当逼不见得得男女平等 但有一派网友认为 除了军训 后备训练 护理支援 也是全民国防的一环 学会防身 提高生存率 或是先排除 育有小孩的女性 防身是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女性的异物意 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方向 但是一定不会太快 不见得每个女性 都去学拿枪 但是至少让每个女性 都有机会知道说 一旦有特殊状况 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保护自己 全民皆兵 或许只遇可待 这里是消息人生 周玉婷 台报导 请イいる 请不吝点赞络 隙子 有点人 Speak 吧 我们 Murat